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我们要用到一个特殊的函数 叫做basal functions 那这个很麻烦 那么我们所以现阶段我们不谈 它是三个坐标的函数 我们只当作说这个圆柱 通常这个带电的物体 它是一个圆柱体 圆柱有无限长 无限长的话就是说在z的方向 它没有边界了 所以它没有边界条件 那z通通都是一样 那只有phi跟r这两个变数 那这个就比较好办 一般解要用的这个很麻烦 不过你们将来念研究所就要用到这个 现在我们现阶段我们不设计此函数 我们说如果圆柱体的长度远大于半径的时候 当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你没有办法找一个无限长的圆柱体了 我们只能说若远大于半径的时候 我们可视于无限长 可视为无限长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电位就跟z有关 z轴就是 它的轴就是z轴了 所以它的v这个时候 它只等于v跟phi v的r跟phi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Laplace equation就写成这样子 于是 Laplace equation 现在 partia partia r partia v over partia r 再加上 r平方 partia平方 v partia phi平方 等于0 那现在v呢 它是r phi的函数 仍然是很麻烦 那我们现在就说 除非它可以写成 两个 写成分别是 两个坐标的函数的成绩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这个 separation of variable来看 把这个函数 如果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有希望可以 积分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没有办法积分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 带到Laplace equation里面去 然后再被r层大发 这两个function来除 于是就可以变成这个 于是就变成 r 好这是一项 第二项 变成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先不把这个展开 这里都好几项了 我们说这一项 仅仅是坐标fi的函数 这一项仅仅是坐标r的函数 这个r跟fi可以随便你变 随便你变 是什么值都可以 但是你要他说 随便你变的时候 这两项加起来要等于零呢 这个机会很少 除非怎么样呢 除非这一项也不跟r有关 这一项最后也不跟fi有关 都等于某一个 都个别等于某一个常数 常数加起来才可能会有 零的希望 所以我们就可以令他等于某一个常数 那这个呢 也是令他等于某一个常数 等于另外一个常数 但是因为这两个加起来要等于零 所以另一个常数一定是这个 另一个常数一定是这个 好那这个是第二 第2第3 好现在我们就先解 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解这个 解30 我们把它写成 k平方 5 这个是什么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现在我们解这个 这个是一个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么它的solution 我们都知道 它的解是这个 这是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做 i 用j 我们用j kφ 这个是b exponential j kφ 以前我们解那个是 迪卡尔坐标 迪卡尔坐标 这里不是x就是y就是z 这个 拿x来说呢 它总是从零到无限大 或者是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这个phi不一样 phi不一样 phi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样的角 广义三角的话 phi角都是从这里的 它可以是这个角 它也可以是这个角 它可以绕一圈 又回到这里来 也就是说 它每增加一个2π弧度 这个函数又循环一次 又从头再开始循环 所以它是一个periodical的一个 一个坐标 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我们说因为 phi 它是phi的函数 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可以等于 某一个phi值 再加2π 还是它 这个phi增加一个2π 还是它自己 那于是 我们现在就得把这个 就把它写成这个 比如说我们 加一个 不一定是2π的 不一定是2π了 4π 6π 都可以 就是2π的整倍数 它又回到它自己 所以 所以 phi a exponential 本来是 jπ j kπ 它加2π 弧度 又是变成它自己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v v exponential 如果 如果 不过它这里 有一个 它是kphi 所以kphi 你把k乘进去 就是 j kphi 再加上 2kπ 它原来是 jkphi 你后来还要等于 jkphi的话 那就是后面 要加上一个 k 乘2π 这个k 必须是什么 这个k k必须是整倍数 k必须是整倍数 所以我们说 它一个条件就是说 如果k是等于 一个 n2 3 是这种整倍数的话 如果k是整倍数的话 那么 它可以写成这种形状 如果它是这个的话 于是它就可以变成 jkphi 再加上 这个 b ok b 负的 kphi 好 那么 现在这个是 exponential 它的质方是 负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三角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三角函数 常数 那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个solution呢 这个solution很简单 它这一部分solution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它第一个 第一部分呢 是 什么 我们把这个用第四式来 来戴 好 第二式 我们这里 这个还没有展开 还没有展开 我们现在把它展开一下 展开 是这个 好 第二式 第二式 我们展开变成这样子 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呢 将来你们可能会学到 它要用这个 用极数来解 用极数来解 我们这里不去解它 你们到研究所就要解了 我们就把它的 第四式怎样 哦 这是cos 我看 我明天不能再教了 这个 现在都是 错乱了 那么 我们把这个 这个解 我们就直接写出来 这个解呢 它是 这个值 RR 要等于 AR R的N之方 再加上BR R的负N之方 这两个是 跟坐标R有关的 这两个 常数 这一组解的常数 一个是RN之方 一个是R的负N之方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四五 带入第一式 带入这个 带入这个 OK 带入一式 我们就 就得 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是跟 N有关的 看到没有 你N变一下 这个也变 所以这个是跟 N有关 那么 这一组也是跟N有关 也是跟N有关 因此 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的 potential 它是跟N有关的 N有关的 好 我们把这两个 沉进去 就可以变成 R的N之方 然后是 A N side A N side N phi 再加上 B N cos N phi 好 再加上一个 R的负N之方 好 A N prime A N prime 负N phi 再加上 B N prime cos N phi 好 那这个N呢 不可以 等于 0 好 这个N呢 不可以等于0 等于0的话呢 那它就是 就是常数了 对不对 等于0的话 那 N等于0的话 那这不就都是1了吗 对不对 好 就是N不是0 好 那现在 我们看 这是 我们看它是 R跟Phi的函数 它的解释这个 解释这个 好 如果你再简单一点 你这个 就是一维的 一维的就是说 它跟 Phi无关 我们刚刚解释说 V原本它是 R phi Z的函数 我们把它当成 无限长的话 那么它跟Z无关 就是R phi的函数 解就是这个 如果看 它跟Z无关 又跟Phi无关 如果 只等于这个 那一维的一维的 我们解过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 从这里来看 无关的话 我们从 它 原来那个方程式来看 这个时候 就是K 等于0 于是 我们整个的 微分方程 就只剩下这一项 这个我们解过 我们解过 我们 解这个的时候 跟这个 可以等于 就是说 这个无关 无关 当然这个是0了 无关的话 那就是表示 Fhi 它跟Fhi无关 不管你Fhi是什么东西 它都 都可以 那么 我们说 它就是一个Constant 跟座标无关 它可能就是常数 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解过 你这个等于0 那这一项要等于Constant 这项等于Constant 那么这个 R 就等于这个 可以积分积出来 那我们就说 这个已经做过了 它就等于 C0 logR 加D0 我们最初解 E为的时候 就是这个 因此 这个时候的 Potential VR 这个时候的V 它仅仅是R的函数 我们就可以选择 C1 logR 加C2 这个地方 N不等于0 这个我们也解过 好 以上就是 圆柱坐标 的Solution 你就记得这个东西 记得这个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 再把边界条件 带进去 你可以把里头的 A N B N B N A N 5 B N A N Prime B N Prime 把它解出来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看 OK B N